传扬太鲁阁族传统音乐行程相公所举办了传统乐器元席活动 每个星期六指导乡内原住民朋友学习 由哈友牧师教导木琴、口黄琴还有猎手笛 乡长何立坛也亲自主持了开训典礼 同时他也体验了敲木琴了解了太鲁阁族的音乐之美 为了让新人乡境内原住民朋友们体验学习太鲁阁族的传统乐器所呈现出来的音乐之美 新人相公所在每个星期六办理太鲁阁族传统乐器演习班 新人相当何立坛也亲自主持开训典礼 在哈友牧师的介绍之下 相当何立坛也马上来体验木琴 应付当中劳让者新产相 新人相当何立坛表示 相公所这次安排办理原住民传统乐器演习班 让乡亲能够认识太鲁阁族的乐器以及文化意涵 那我想一天突然谢谢庄老师 好 庄老师 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这个感觉都是我们的事业教教授 给老师对业绩各方面的展示教学 創作都有很多的一个成绩要付表 大欢迎感谢之一 各位要把我们写小话 好 这个到小城桌上我来看的时候 在半个小时就有刚刚那个 你唱歌上最能够俏 好 这么厉害 把名师出高度给自己鼓掌一下 现在半个小时就很厉害 就希望大家自己高手的时候 所发布各样文化的活动 以及各项的业务的指导 活动等等大家都要来参加 好 在太鲁阁族当中可以利用 木琴敲打的鼓调有许多首 每一种曲子所表达的意思都有不同 透过木琴敲打的快慢以及声响 可以充分表达出歌曲的意境 多季木琴合奏时也可以演奏出 节奏轻快 层次丰富的音乐 他有个主人常用木琴来召唤 亲朋好友一起来共享美食 欢庆的场合 包括了结婚 庆典等等 都会在眼中木琴达到 做出新的效果 记得 终于先让我们到